师傅那我们在佛台面前烧小房子 是灵性直接拿走小房子 还是护法山拿着小房子 直接转赠给灵性的 都有 还是小房子直接到了地府 有管理人员 有地府的官员给转赠的 师傅都有 都有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开一张支票 有的支票是给当时本人的 有的时候到银行里转赠 有的是通过这个公司 把钱再还给你 你说哪个一样啊 那师傅 什么时候护法山拿着小房子 直接转赠灵性的 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因为灵性他出不来 或者灵性本身已经在受 在地府里已经受苦了 受难了被管制了 能够跑出来拿着灵性 他都是属于自由的 哦 明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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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小房子直接到了地府 由官员给摆发了 师傅 这个 有官员分发了 就是找不到呀 有时候人找不到呀 就鬼找不到啊 不知道在哪里呀 孤魂也鬼 他到三维空间 他也要回来的呀 要找的呀 也不容易跟人间一样的呀 鬼逃出去的话 地府的官员要去找的呀 跟人一样的呀 人跑掉了找不到了 他警察也得找啊 哦 哎呀那师傅 地府的官员也要很毛啊 师傅 当然 不大 不法说的都很毛 都很毛 全部都一样 师傅 地府就是一个世界 我告诉你 哎呀 明白了 明白了 天地人一体呀 真是这样 真的 我告诉你 天上也是个世界 人也是个世界 地府也是个世界 不要以为死了之后 就没有地方去了 开玩笑了 好了 明白了 好 师傅 没问题了 是啊 是啊 好